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聊关于疫情 首先呢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数字 昨天的日增确诊 印度增加了32万9 他的死亡增加了3754 死亡人数呢 低于4000 确诊人数比40万呢 也少了不少 总的确诊人数到了2300万 死亡人数呢 现在是25万 提一下呢 马尔代夫这个小岛 这个小岛呢 我昨天已经说了 因为有很多印度人往这个小岛上来跑 就是要躲开印度的这个疫情的高峰 跑到马尔代夫 结果呢 造成了马尔代夫这个小岛最近 他们的疫情呢 急剧增加 昨天我跟大家说了 他们是星期日的时候日增是1091 那星期一的时候呢 就日增1204啊 非常非常严峻这个情况啊 然后美国新增是36000 果真是周末的时候比较少 周末呢 是2万多 然后星期一呢 又是36000 就是他们在周末的时候不进行检测 所以呢 他就比较少 死亡人数是367 美国一共的确诊人数现在是3280万 现在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就不足1000万了 印度很快就能追上 然后美国累计的死亡人数是58.25万 还有尼泊尔 尼泊尔又增加了 尼泊尔星期一的新增确诊是9127 这是他第二次超过9000了 然后台湾最近呢 比较严重 台湾最近每一天都有新增的确诊 台湾星期一新增15例 现在一共是1199例 死亡是12例 那台湾呢 一共打疫苗 打了9万2000剂疫苗啊 这个很少了 但是呢 他们也没办法 那没有疫苗打 但是呢 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呢 台湾现在他这个疫苗 马上就要过期了 他并没有不惜一切代价 把这些疫苗给他打完 而是呢 仍然是收费打疫苗 如果他不收费可能会有很多人来打 但是呢 他现在收费 有可能眼睁睁的要很多的疫苗呢 会报废的 新加坡最近的疫情呢 也有上升 星期天的时候 他们新增的确诊人数是29个 星期一的时候呢 降为了19个 新加坡一共感染的人数是6万1000 这已经不少了 我们要知道新加坡那么点的小的一个小国 对吧 那他们死亡人数呢 是31个 这也不少了 我想说一下的是呢 他们新加坡刚刚公布了他们打疫苗的情况 新加坡打疫苗打得比较早 从12月底的时候就开始打了 差不多和英国 美国同时的 那他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是打了200多万了 昨天他们公布了一个数字 说是他们打了200多万 其中呢 阿斯利康疫苗是主要的 多数都是阿斯利康疫苗 但是呢 他200多万的注射 只有2796例的不良反应 占总的注射人数的0.13% 这个数字呢 是很少的 说是血栓没有 死亡没有 其中严重的过敏反应有95个 特别危重的有20个 就会危及到生命的那种有20个 还有25个呢 是那种面瘫 面瘫这个也挺可怕的 我在网上看呢 就是你打完了以后呢 就像那个中风的面瘫是一样的 那新加坡就是说他们没有血栓 这个呢 我不知道他怎么界定 那要面瘫应该就是血栓了 面瘫就应该是大脑里面形成了血栓 压迫了神经 造成了面瘫 但是这面瘫呢 过几天就会恢复 前几天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有一个网友呢 美国的网友 他是开餐馆的 他的餐馆呢 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外 而老外当中呢 很大的一部分呢 都是老年人来吃饭 那他就跟我反应就是说 这些老年人呢 有的人就特别的害怕 不想打 有的人呢 就仅仅是害怕面瘫 不想面瘫 没想到就是那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呢 还那么爱美啊 看来爱美之心呢 是人皆有之的 七八十岁也照样爱美 我是属于很爱美的 那我到了七八十岁估计 我可能也仍然是挺爱美的 就是怕面瘫 面瘫其实是看起来是挺可怕的 如果爱美的话呢 就更加可怕了 我在考虑呢 就是我这儿有一个 我在考虑呢 我看到这个报道里面啊 他插了一张图 这张图里面呢 就是人们面瘫啊 挺猙獰的 然后呢 新加坡也是说 出现不良反应的 这里面呢 多数都是六十岁以下的女性 就这个呢 让我有点害怕 我至今也没有去打疫苗 当然我害怕呢 还是因为这些疫苗 老是报道出来 有这些不良反应 不是很稳定 所以呢 就让我很害怕 好 这是新加坡的情况 然后呢 我就想说一个呢 今天我看 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 是一个女孩做的视频 这个女孩就说呢 她说呀 她以前曾经报道过 墨西哥打疫苗假打的那个事 我以前也说过那个打疫苗假打 因为我当时看的那个视频呢 给我转发的网友说 那个是印度 所以我就认为那是印度 但是我说完了以后 第二天有人说呢 那是墨西哥 那我昨天看这视频呢 这个女孩说呢 那个视频是她发的 那等于说呢 确确实实 假打疫苗的那个是墨西哥 而不是印度 在这里呢 给印度证明一下啊 另外这个女孩呢 又报了一个大料 她说是马来西亚那边 不是有那种检测吗 说是机场那种检测呀 拿那个棉签伸到你鼻子里面 进行刮取你那个样品 对不对 说是呢 就是那个东西呢 机场的检测人员 他都贪污 他怎么贪污呢 他就是呢 把这个用过的棉签啊 去洗一洗晒干了 然后下回来接着用 那省下来的呢 他就拿到黑市上去卖 这是马来西亚那个海关 怎么发现的呢 说他这么干 已经一年多了 说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有一个警察 在机场 也被他进行检测 结果呢 就发现他是阳性 完了 这警察呢 就不相信 然后再次到别的地儿 去检测呢 怎么着 都是阴性 所以这警察呢 就很怀疑 在海关那检测的彩样呢 有可能有问题 不知道他怎么去 可能是钉梢啊 或者是暗访啊 就发现了海关的人员 进行检测的 确实是有问题 就发现了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呢 细思极恐啊 因为他都这么干 干好长时间了 然后才发现 你说 被他就这样进行检测的 你没病都给传染上病了 对吧 那还有呢 他是这么干的 有没有别人也这么干呢 所以呢 这个女孩 他做这么一个视频的 就提醒大家 如果说 你是去被检测的话 你一定得看一看 在他打开那个包装的时候 你要确保 那个包装 原来是封闭的 是刚打开的 你要干清楚了 如果说 他原来就是打开 他拿来要给你检测 结果你一看 那包装是打开的 你要求他换一个 换一个 原来是封闭 原来是那个包装 是封闭的 完好的 这样来保护你自己 那还有打疫苗 这件事情呢 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去注射疫苗的话呢 你也得看着他 你看着他 是不是这个里面 针里面呢 是有这个疫苗 有药水 再有事 你最好能看着他 把这个药水给你推进去 但是一般人啊 就是打针的时候都不敢看啊 反正我是这样的 不敢看 就这样 就忍着 屏住呼吸 忍着 打完了才放松一口气 但是呢 你最好是能够克服你这种恐怖的心理 恐惧的心理 然后最好是能盯着他 要不你就让你的家人盯着他 看他给你打的时候 是不是推进去 好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 然后呢 我们再说 印度 印度呢 前两天 我不是跟大家说吗 有一位议员 他就在网上 教授印度人如何喝牛尿 那当然是喝牛尿这事呢 并不是说议员 他教大家喝牛尿 大家才喝牛尿 但是呢 今天我想说的呢 就是 路透社的报道 说他们印度呀 他不仅喝牛尿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 他会去用那个牛屎 但是不是吃牛屎啊 是用那些牛屎呢 往身上抹 抹到身上 抹到脸上 反正你身体的所有的部位呢 可能抹得越多就越好 说是这样呢 能够防止这个病毒 但是现在有专家就出来说了 说你印度你这么做呀 你喝牛尿和弄这个牛屎 这些完全都没有科学道理的 这个不仅不可能来治病 反而呢 会让你造成你生病 因为那牛尿牛屎啊 那些排泄物里面 都有好多的细菌啊 会让你生病 而不会治病啊 好 说到他这个里面有细菌啊 现在在印度 又有一种细菌 不是病毒啊 是细菌 这个细菌呢叫毛霉菌 这个细菌呢 是很可怕的 如果是感染了的话 会造成人失明 说前两天 印度就出现了好多例 好像是十几例啊 还是二十几例 就是失明 然后还死掉了 这也很严重 但是经过这两天的观察 印度说呢 没有迹象表明 这个毛霉菌 有大面积扩散的迹象 这个我们大家就不用害怕了 因为这就是在印度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印度有一个男明星 这个明星呢 是在印度挺有名的 然后他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他感染了以后 现在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 已经去世了 那他在他临死之前 也做一些视频 他做人视频的内容呢 不是我想跟大家分享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我在网上看的哈 说是呢 这个明星啊 他的症状啊 是这样的 他没有咳嗽 没有流鼻涕 他也没有发烧 他也没有 他身上也没有疼痛 这些典型的新冠肺炎的 这些症状呢 他全都没有 他只有两个症状 一个就是头晕 一个就是气短 喘不上气来 那喘不上气来呢 这个就和新冠肺炎呢 是吻合的 因为这个病毒呢 他就是攻击肺的 所以叫新冠肺炎嘛 对吧 他攻击肺的会喘不上气来 但是其他的症状呢 他一概都没有 他最后呢 他也死亡了 他没有发烧 没有烧 没有发低烧 没有发高烧 都没有 有人就说呢 哇 这个就很奇怪啊 会不会在印度 这是一种新的病毒呢 这又是一种新的疾病呢 这个也听起来挺可怕的 因为印度他们的行为呢 有一些与众不同 那他们就是喝牛尿啊 抹牛屎啊 这些 还有很多的一些与众不同的习惯 那我们人体如果说 给他输入一些 不是我们人体所喜欢的 能接受的东西的话呢 就会刺激我们的人体 做出一些反应 那这个病毒呢 也是一样啊 我想 病毒到了印度以后呢 有可能他遇到了印度人的 这个不同的身体状况 一个不同的生活习惯 还有他们一些不同的 这个行为来对待这病毒 会不会刺激了这个病毒呢 进行新的变异 更加积极的来进行变异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可怕 然后还有一个呢 让我们中国人有点伤心了 昨天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啊 中国的红十字会 给他们捐了100万美金的这种现金 那我还说不应该给他捐现金呀 都让他们贪污了呀 我看到有网友给我留言呢 也有共识 认为呢 不应该给他们捐现金 应该给他们捐物资 那红十字会呢 除了给他们捐100万美元的现金以外 还给他们捐了100台的制氧机 还有20台的无创呼吸机 和20台的有创呼吸机 同时呢 中国的红十字会 给他们捐的这些物资呢 还在上面写了字 就很有爱的 写的呢 命运与共 战胜疫情 还有呢 还打了一个横幅说 大国有担当 患难见真情 中国的这些行为呢 真的是 印度人不是很领情 印度有一些人 真的是很恶劣 那中国给他们100万美元 那是嫌少哎 然后他们说100万美元 打发叫花子呢 你们印度的叫花子 难道档次都那么高吗 印度的叫花子 要钱都得给你们 100万美元都看不上啊 这还是叫花子吗 对不对 谁会 谁给你100万美元啊 100万美元很多了 怎么是打发 怎么是打发叫花子呢 你想想看啊 这个美国才给了他们呢 有的说30台 有的说300台 有的说500台 制氧机 咱们就说500台 这个制氧机一台呢 也就100美金 也就100美金 咱们说成本 在中国的市场上 这一台制氧机呢 也就100美金 那这100万美金 都可以买1万台的制氧机了呀 1万台制氧机 就要嫌少啊 美国才给你们充其量500台 够你们50张床到100张床使用的 这印度人啊 真的是 你要是说冲着这些不懂事的人的话 你真的是就甭管他们了 甭管他们了 不过他们的政府懂事吗 对吧 中国这么支持他们 然后呢 和美国形成这么鲜明的一个对比 很显然 美国把你印度当成什么呀 川普曾经说台湾就是一个比尖 印度可能也就是个比尖吧 别看着你 那么大的一个大国人口那么多 对吧 你还是一个比尖啊 根本就不把你当回事啊 对不对 关键时候 看出来了没有啊 关键时候说实在的 全世界这回都看出来了 西方他们 百分之十六的人口比例 可是呢 他们已经消耗掉了全人类 百分之六十的疫苗 他们多么自私啊 现在拜登提出来一个呢 因为美国打疫苗都打得差不多了 拜登提出来一个说什么 说这个放弃疫苗专利 其实拜登呢 对于这个问题也不见得 就考虑说美国打疫苗打得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问题呢 他心里面就很清楚 他只是说说而已 这件事情不可能实现的 他就是一个道德表 他就是想把自己作为一个 好像他道德水平多高似的 他就知道 这个疫苗这个东西呢 他是说了不算的 美国是说了不算的 他就开一个空头支票 而是 不过呢 他说是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支持 支持 不是必须 因为现在呢 在市面上 疫苗呢 就这么几种 一种就是辉瑞 一种就是莫德纳 一种是阿斯利康 一种是强生 还有一种呢 是俄罗斯的 还有一种是中国的 就是世卫组织 现在批准的 就这六种 那当然中国呢 一共是有五种疫苗呢 中国是最多的 西方16%的人口 用了60%的疫苗 美国还指责中国 说中国疫苗外交 中国如果不给 这世界提供疫苗的话 这个世界用什么呢 对不对 俄罗斯也是 无私的提供这些疫苗 这些西方国家 美国为首的 美国和欧盟 他们提供了多少啊 你还别说是他们了 现在呢 欧盟没提供多少 当拜登提出来说 要这个放弃疫苗 专利的时候 欧盟就急了呀 欧盟就开会呀 一口同声的 来 抨击这个拜登啊 就连这个马克龙 我今天看啊 马克龙 很敢说话的 马克龙是怎么说的 马克龙直接就说 你们昂格鲁 撒克逊人 限制疫苗出口 你们不出口疫苗 你美国百分之百 都留着自己用了 你根本就没出口 你英国百分百 自己用了 你根本就没有出口 你们这些 昂格鲁 撒克逊人 这样说他们 点着名 说昂格鲁 撒克逊人 这是不是有一点 侮辱性的 对吧 起码就表示这个法国总统 马克龙 他急了呀 他不是昂格鲁 撒克逊人 然后他说 你们这些昂格鲁 撒克逊人 你们什么玩意儿 现在你们站到 道德的制高点上 你们什么都没干 欧盟的主席 他又说了 他从一开始 他说 欧盟出口疫苗 最多 其实也不是最多 也不是他最多了 中国出口疫苗 最多 你美国根本就 没出口吗 印度现在还出来 揭露说 美国说 让印度来生产疫苗 可是原材料 根本就不提供啊 拜登还一推 625 推到川普的身上 那禁令都是 川普那会儿 颁布的 川普颁布禁令 你拜登不会解除啊 那川普不是 好多禁令 你拜登都解除了吗 为什么这个 不解除啊 对吧 非常的虚伪 非常的虚伪 而且呢 这些疫苗 你美国没有专利的 今天有一个网友跟我说 我细想想的 真的是这样的 美国他有专利吗 辉瑞疫苗 他的研发者 是德国的公司呀 是德国 德国研发的这个疫苗 美国就是一个投资方 那中国还投资了呢 对吧 中国的复兴公司 是投资方啊 和美国的那个 辉瑞是一样的 都是投资方啊 研发 工程师 科学家 都是人家德国的 你美国能说了算吗 美国说了不算啊 是你的吗 那根本就不是你们研发的呀 然后阿斯利康疫苗 是人家英国和瑞典 那个公司 合作的 那专利和你美国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说莫德纳这个疫苗呢 实际上它是怎么回事 莫德纳这个疫苗 是他们租赁了加拿大的技术 它那个技术呢 是加拿大的技术 就是M2NA这个技术呢 那是加拿大的技术 租给美国的公司的 而且为什么租给美国公司 这个M2NA这个技术啊 早就有 不是现在刚有的 早就有 但是呢 以前那会儿 一个是开发和试验的成本比较高 再就是呢 这个试验啊 它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呢 他们都不太敢来进行大规模的试验 原本这个疫苗呢 是用来治疗什么癌症啊之类的 以前我在我的视频里面曾经还说过 那会儿我就说 怎么用疫苗来治癌症啊 以前那会儿呢 我就认为 疫苗呢 就是把病毒给它灭活 然后呢 输入到身体里面 让身体在你没有感染病毒的时候 就认识它 然后下回真正的病毒来的以后呢 哎 你就身体就直接就认识 用不着有一个认识过程 就不会耽误你的身体对病毒的及时反抗 我原来那么认为的 那要这样的话 癌症它也不是个病毒 什么疫苗啊 那会儿我又不理解 那现在呢 等于说就理解了 或者它是一个新的技术 它就是呢 把这个 把这个癌细胞 它有什么特点 然后呢 把它的信息 给你输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让你的身体知道 癌细胞的这些信息 等呢 下回癌细胞发生的时候呢 因为你知道这些信息 所以呢 直接就会杀灭这个癌细胞 它是这么一个原理 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有很大的争议 就是辉瑞疫苗 和莫德纳这个疫苗 mRNA 它到底会不会改变 人们的基因 这个是非常有争议的 那正好呢 就赶上了现在 出现了新冠肺炎 这个情形呢 是非常的紧急 那政府呢 就愿意拿出钱来 来支持他们 来进行这个开发 同时呢 因为有很多人的感染 也有了这种进行 三期试验的 这个病人的基数 有足够的病人 可以进行试验 这样才让他们 就开发了 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 就把这个新冠病毒 它的信息 然后就记录在 那个疫苗里面 打了疫苗以后 身体就知道了 它的信息 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 中文名字叫 信使疫苗 那这个信使疫苗 这个技术呢 是加拿大的 而现在 美国的莫德纳公司 把它用了这种 用这个技术 用来研制这个疫苗 现在加拿大的公司 还要起诉 美国这个莫德纳呢 因为加拿大的公司 把这个技术租给你 并没有让你来开发 新冠疫苗 而是让你来开发 癌症疫苗 现在你用来开发 新冠疫苗 那加拿大呢 认为你侵权 所以说你这个 美国是没有权利的 对吧 美国哪有权利啊 所以拜登 他说那个话呢 没有意义 其实 他就是呢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道德的制高点 他让人民都觉得说 哎呀 你看拜登多好啊 只有拜登说 这个疫苗的技术呢 给他放出来 然后大家都来用 让全球共享 让这企业呢 放弃专利 如果谁不放弃的话 谁是坏人 就拜登是好人 现在就是等于说 欧盟啊 英国呀 那些 所有的那些制药厂啊 就全都是坏人 现在 对吧 好像就拜登一个人 是好人似的 但是现在呢 这么多方 现在全都是冲着拜登来了 拜登这两天呢 烟其 烟其息骨 一声都不言语 不说话 得罪人太多了 而且他可能 他自己也认识到了 这个事情呢 是不可行的 他的严重后果 会很严重 另外呢 现在缺疫苗 也不是说 因为专利的问题 而是因为产能的问题 再就是呢 我在上一次的视频里面 跟大家说了 我觉得这个拜登 他的这一招 其实是奔着来害中国的 因为这个疫苗的专利 如果放弃的话 谁受的损失最大呢 是中国呀 中国受的损失最大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中国这个疫苗呢 它的生产成本低 生产成本低 成品价格就低 成品价格低 它市场就会更好一些 然后呢 它就是生产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如果专利放开的话呢 肯定是好多的药厂 都会来生产中国的疫苗 而不是辉瑞疫苗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国的疫苗多呀 除了疫苗最多 研发出来这些所有的疫苗 那专利全都是白白的送出去 谁爱用谁用 这也是中国的损失也很大 印度呢 极力的来鼓动这件事情 我想印度也有这么一个 险恶用心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